水资源迈入新纪元 镜头聚焦日本 在这里被水也是军地也舍不得浪费 废水就是水资源 风调雨顺的日本也喊出这样的口号 答案很简单 近60年前日本人口飙高 用水拉紧棒 政府不得不绞进脑汁 到处找水 面头冻到了下水道 自1984年起 推行再深水 水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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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的復活 是那种意义的 仔细看 冲马桶水质略带黄色 位于新宿的洛河水再生中心 一身作则 两套供水系统 洗手用自来水 马桶用再生水 当厕所的黄金走过下水道 回到再生水场 就成了生活上都能用到的 黄金水资源 最近的三季版 一旦水再生中心的内部核心 闻不到臭味 把污水变干净 秘诀都在泡泡里 下水道里的污水 进到了微生物反应时 就会变成我手中现在的这个样子 这个水里面充满了耗养的细菌 他们会把水中的杂质给全部的吃光光 反忍層内的生物 是这样的生物 这些人们 不断地打入氧气 让微生物头好壮壮 水里的杂质 吃多少算多少 停留6到8小时 接着流到另一池 12度沉淀 当水进入这一池 被沙子过滤洗礼 此时的水就算是再生水 可直接放流到河川当中 然而这样还不是再生水 最干净的状态 为了体现终极进化 水再生中心内 还有一座清水公园 流进清水公园的人造河 是再生水的进化版 日本虽然规定再生水不能饮用 但透过RO逆渗透薄膜 过滤出来的水 排入清水公园 原理上是渴也渴的 我们刚才看到了下水道里的污水 经过了一道道的关卡 最后进到了这里 被RO逆渗透膜过滤之后 我们现在打开水龙头来试试看 像我手上的这一瓶透明沉澈的水 被叫做超纯水 它其实是可以直接生鱼的 整个东京有20座的再生水厂 每天处理545万吨的污水 可产生每日11万6000吨的再生水 占了2% 然而是当中却只有10,878吨 能流进企业大楼或民众家中使用 其余全放流到河川 用大量的设施与电能 生产这么少的再生水 真的划算吗 不缺水的日本 为何可以常年推行再生水 答案让其他国家羡慕不已 因为东京从25年前 下水道污水接管率 就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 全国也有百分之八十 除了水网密布造福环境 便利发展再生水 此外荷包也是考量 听到了吗 生产再生水尽管消耗电能 水价却只有东京自来水的六成四 难怪老百姓会愿意试试看 不过回归本质 还是日本有备无患的民族性 因为谁知道明天过后会是什么光景 这是专家的警告 再生水 再生水揭露日本对未来的恐慌 当极端气候的魔掌 开始升向海洋气候的国家 或许有一天 再生水会成为不得不的雪校 日本的防患未然 就是活生生的启示录 就是活生生的启示录 如果您觉得下山大火 或许有一天 怎么办 出发生讯录